好好好 小心喔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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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擺這個 這個 金門 823號戰的時候的一些武器 有 不好意思 借我拍一下好不好 這邊 前面大哥 這邊 這邊 我也覺得9月3號是怎麼回事 昨天才聽到這個日期怎麼來的 我覺得大家聯想力也很豐富 可能是因為今天是823號戰 這樣子的一個紀念活動 所以大家會聯想到說93軍人節 可能是在93 但是呢 這個日期真的我們都完全沒有聽說 那昨天聽到其實真的也蠻嚇一跳的 有傳出郭董事長要報備參選 跟韓國瑜一起留在黨內競爭 好 我這個報備參選也是最近傳出來的議題 那其實報備參選這件事情應該是國民黨的家務事啦 坦白講 那我們沒有主控權 那對這個郭先生來講 對承賣人來說 他是希望說 國民黨現在應該是已經開始思考 是不是有一股這個 反 要下 蔡英文下架的力量 開始有這種反思的力量出現 但說穿了 這就是國民黨自己本身的家務事 我們是沒有主控權的 所以這一部分呢 可能就是留在國民黨自己處理了 其實這個問題大家已經都講很久了 感覺好像是說大家都已經把位子分配好了 那我覺得就是從一個方向來思考 郭董呢 他在帶領洪海星團十七年 他的能力是經過國籍認證的 這一部分他在科技界在財經界 他的表現是無人能期的喔 那他也很希望說把自己所學的 所經歷過的 能夠帶領台灣往公共的方向來發展 那這是他自己對自己的期許 也是他的使命感 那我要願講呢 他在政界有相當豐富的資歷 科文哲呢 在這個行政效率上也處理得非常好 如果大家都能夠各發會座場 其實這一股力量也可以有 台灣第三條路可以走 但事實上呢 這個 我剛剛提到說 是不是兩 三個人有這樣的分配情況 其實之後沒有談到 他們三個人在一起 好朋友見面不需要敲鑼打鼓 然後要談的事情也很多 過去可以閒話加強 過去可以聊聊台灣的未來 那對於台灣未來的憂心 其實三個人共同都是有的 所以如果說在這個前提下 大家能夠一起攜手 那基本上呢 對於這個結盟這兩個字眼來講 其實都是有的